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仅仅相隔一个单元 让王女士照顾公婆非常的方便 每天早上王女士送儿子去幼儿园的时候 公公都要在楼下和孩子玩一会儿 可是2010年9月15号这天 王女士在楼下却没有见到公公 一丝不祥的阴云划过她的心头 带着不安的心情 王女士从幼儿园回来后马上去找公公 可是家里小区里她都没有发现公公的踪影 这下王女士开始着急了 据王女士说 公公今年76岁身体很好 每天早晨都会早起溜弯 但是一般不会走出小区 一家人找遍了整个小区 也没有看见老人的身影 邻居们也都说没有看到 第二天 二零一零年9月16号早晨 王女士到派出所报了案 同时全家人还印了一千张寻人启示 分头在昌平区账贴 他们边走边问 希望能够找到公公 公公失踪后 王女士的婆婆一病不起 儿女们也没有心思上班了 每天一大早就出门开始寻找老人的下落 老爷子就这样失踪了 一晃九天过去了 一直没有老爷子的任何消息 就在第九天的时候 王女士还在到处张贴着寻人启示 那忽然呢 他接到了昌平交通队打来的一个电话 电话里的信息让王女士吓了一跳 张警官给我打电话 说那个有一个老爷子嘛这儿 而且什么什么的情况 15号早起6点多 接到报案了 张警官说 9月15号一早 他们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 一个老人在京藏高速公路出京方向沙河站的府路边被撞 老人身上伤痕没垒 脖子上挂着一串钥匙 周围散落着很多汽车的碎片 赵氏车辆逃离了现场 我们到时候已经被九九送往医院了 发现了就是现场只有一只鞋 还有这个车的大灯的碎片 前杠的碎片 还有这个就是一个轮胎的内衬 当时就是线索就是非常的少 9月15号一早 不正是王女士公共失踪的时间吗 这个被撞的老人难道就是失踪了九天的老爷子吗 我当时挂了一串钥匙 咱们判断不是这个盲流 应该就是像是这个老年这个文官是走失啊 这种情况 通过咱们这个核实 最终确定是这个走失人口叫刘坤 这个老人 最终确定是他 老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公共终于找到了 却永远的离开了人世 王女士一家万万没有想到 再次见到老人的时候 竟然是在医院的太平间 长平交通支队的民警们立刻展开了侦查工作 追查肇事车辆 据民警介绍 案发现场只遗留了汽车的前保险杠碎片 大灯的碎片 还有前轮的内衬 这给民警们的侦破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我们拿这些碎片在这个 当时咱们想象应该是跟汽车进行比对嘛 就是打着停车场 包括这个街里边 这个汽车的打型修理场 我们全走反了 最终想确定的是什么车 汽车碎片是这起交通肇事逃逸案的唯一线索 如果能通过碎片确定车刑 就有抓到肇事司机的可能性 长平交通支队事故科立即成立专案组 派出三组民警到北京的各大修理厂比对车型 包括我们自己在街上比对 建筑车A项就比一下 没有完全吻合的 案发好几天了 咱们再把这个车确定了 这款车呢 是这个 河南郑州生产的叫海马富士达这款车 肇事车是一辆海马富士达牌面包车 这种车型在全国只有三千多辆 专案组的民警立刻拿着碎片赶到河南郑州 请生产厂家帮助确认 厂家给他们提供 这辆车就是它那个生产的年份 内衬的生产年份 是2010年的1月份生产的 它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才能中配到汽车上 中配到汽车上再去卖 等于是咱们又把这个就是这个三千多辆车 咱们又筛了 就是从中又筛了一遍 就是更小的一个范围 生产厂家告诉民警 这辆肇事车应该是2010年3月份以后出售的 在三千多辆车里 符合这个生产日期的车 还有一千二百多辆 咱们就能通过再通过这个车 上面说这个前杠 还有这个打灯 碎片 还有说这个磨损程度 我咱们看 它应该最起码使用在两个月以上 所以咱们最终锁定这个车 应该是在三月份以后 七月份 就是三到七月份这期间 作业是一个重点 经过这一轮筛选 符合条件的车辆缩小到八百辆 根据厂家提供的机动车车架号 民警将车辆的车牌号 车辆所有人的信息全部调了出来 经过对八百多辆车的信息筛查 民警发现 其中有三十九辆车曾经在北京有过行驶记录 犯罪嫌疑人就此慢慢浮出水面 最终查出鲁 HNKLT这辆车 所有人在昌平有过攒住记录 并且他的车在昌平还有运行记录 并且还有一点 他这个事故现场 距他这个攒住地 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 所以说呢 就是咱把这辆车又作为重点嫌疑车排查 鲁 H A G 217 车主叫姬广辉 这辆车有重大作案嫌疑 民警立即来到了姬广辉 在昌平的赞住地 咱们通过这个单位的工友 领导 包括这个趴活的这些 这些同行吧 通过他们的一些政策证业都发现这个人 就案发之后突然消失了 姬广辉很有可能就是肇事司机 2011年2月23号 民警驱车赶往姬广辉的老家 山东问上 是从这咱们给下去了 西丁北 西丁北 问上 就是 正好咱去的问上 2011年2月24号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民警找到了姬广辉的家 在姬广辉的家里 民警找到了那辆海马富士大牌面包车 你哪开 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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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开 你开 长时间没开过来 这个是 这个是班子时间 这都动了 这都动了班子 你能比较出来 是 这 这是多明显是吧 但是气都掉了 吉广辉不在家 他的父亲告诉民警 2011年春节过后 吉广辉就回北京了 咱们到他们家之后 就是可以看到他父母 都是那种特别老实八丁的农民 非常配合 所以我认为就是 从这个就是他们家人的本性 应该是比较善良的 所以呢 我当时也想 因为咱们说 今天把他们的这车 从他们家弄出来 他父母肯定也会告诉他 所以呢 我得想咱们说 把车起破了 也通知他 把他进口来公安机关 2011年3月31号 在家人和民警的劝说下 吉广辉来到昌平交通支队 投案自首 当时在快车道里边走着走着突然在 他从那个 他从那个满头牙子上就跑入中间了 总共从看见他到状况就一秒 也就一秒 吉广辉今年27岁 面对记者的镜头 他始终低着头 说话的声音很小 他告诉记者 他已经在北京奋斗10年了 因为当时家里也穷啊 没钱上学 然后就辍学回家了 姬广辉说 他清楚的记得 第一次发工资那天 拿着四百多块钱 他特别激动 那时候肯定特高兴 就感觉自己能挣钱了 但当时感觉就人家都有车 自己也奔着目标奔了 在北京 姬广辉一直在一家小公司 做光缆销售 渐渐的有了一些老客户 收入也就多了 姬广辉说他很喜欢车 2005年初 他终于买下了 自己的第一辆夏丽车 坏了当时是两万多 2006年姬广辉结婚了 现在他的儿子都已经四岁了 家里的经纪来源 主要都靠他 2010年初 姬广辉把夏丽卖了 换了这辆海马富士达牌面包车 不上班的时候 他就在他的赞助地附近 拉黑火 2010年9月14号晚上11点多 姬广辉正准备回家 走到京藏高速公路出京方向 沙河站的辅路时 前边突然出现一个身影 当时我在快车道走着 他就突然吧 就跑我山上去 啥都没看见就碰了一声 姬广辉说 当时自己很害怕 没有停车 趁着黑夜逃跑了 你开都快吗 不快就65了 你当时你什么反应啊 当时 当时也忘了 记不清了 也没想那么多 反正当时就走了 姬广辉说自己在北京奋斗了十年 才有了现在比较稳定的生活 这起事故 让他十年的努力 瞬间灰飞烟灭 就感觉 这什么都没了 自己辛辛苦苦十年吧 什么都没了 还要把自己给搭进去 姬广辉现在非常后悔 他最后告诉记者 有句话想提醒大家 就是 感觉把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千万不能再逃跑了 该付的真正一定得付 为什么老人会在9月14号深夜来到京藏高速的府路呢 因为老人已经去世 我们无从得知 姬广辉现在是追悔莫及 因为交通肇事逃逸 他将面临交通肇事罪的起诉 那接下来您将看到的第二个案子 是今年4月份我们栏目播出的另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 近日这起案件的肇事司机在法院接受了判决 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这起案件的案情 2009年8月29号0点45分 在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贯西大街文华西路的路口 停着一辆严重变形的桑塔纳交车 副驾驶车门凹了进去 车座上血迹斑斑 一辆由北向南行驶的桑塔纳小客车 与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水泥罐车相撞 当时桑塔纳小车车上除了司机还有一位女乘客 这位女乘客受了重伤 但是司机却没有救助而是扬长而去 司机离去后有路人叫了救护车 女乘客被送进了医院 有感觉做一个女的就是说实在的一脱衣服 不管上澡堂的洗澡 脱件衣服看见那自己的伤疤 我就觉得我是低人一等低人四等 原来周女士在昌平区经营着一家足疗按摩室 事故发生后周女士昏了过去 被路人送到了医院 在重症监护病房抢救了一个星期才醒了过来 但是这次事故却给她的身体造成了永远无法挽回的损伤 在抢救过程中周女士的肝脏被摘除了一部分 右眼视网膜脱落 视力几乎为零 每天就像在生死边缘增长似的 我可能一会就死了 或者是我弄好的话我活过来 自己不知道生死 为我自己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怎么样 反正就是心态变了脆弱了 民警根据现场证据 推测桑塔纳车的司机有可能是酒后驾车 桑塔纳小科车的驾驶人当时是汽车逃逸 这个大火车驾驶人追了几万米没有追上 咱们就是通过这个走访证人 包括这个他在有信场 冰上油 当时也吐过 咱们在通过这个大火车 司机还有这个城市人都闻到他身上有酒味 很有可能喝酒了 周女士醒来后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她说当天肇事司机是来自己店里做按摩的客人 两人还是老乡 当时自己是陪着他去买烟 在买烟的路上发生了车祸 小麦店的没找明白 他就来大船巷 我在车里头 这么一摔弯 然后我就哐一下子和对面的水泥罐的车就相撞了 民警通过车辆信息查询 找到了车主李先生 李先生说 当天他把桑塔纳车借给了朋友 刘洪军 嫌疑人叫刘洪军 是东北摩登江人 他是向一个朋友借的车 随后警方开始查找刘洪军的下落 警方估计刘洪军应该是离开北京了 而且他的手机也处于关机状态 咱们想象他会回老家 之后咱们给他上网 全国公安机关通缉他 经昌平交通支队认定 刘洪军当时驾驶的桑塔纳车是闯红灯行事 同时事故发生后又肇事逃逸 因此刘洪军负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为了尽快将刘洪军抓获归案 昌平交通支队对刘洪军进行了网上通缉 因为咱们判断他这个人 因为他不知道伤者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 他会跑一段时间 但是他不会说永久的 因为他不了解最后的结果 为了能够尽快破案 警方和牡丹江当地取得了密切的联系 只要一有刘洪军的踪迹 就立即对其实施抓捕 刘洪军他回到老家之后 他准备去审他的驾驶站 他到交通队去了 结果当地交通队一发现他这种情况 立即呢就是对这个他进行控制 后来呢就是通知咱们 上门之地去这个牡丹江将其压戒回京 2011年1月12号上午10点半 从牡丹江开往北京的K266次列车进展 犯罪嫌疑人刘洪军被民警压戒回京 2011年4月 昌平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并作出了判决 因为刘洪军自愿认罪 并且已经赔偿了被害人的全部经济损失 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法院最终判处被害人刘洪军犯交通肇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从这两起交通肇事逃逸案可以看出呢 发生交通事故之后 选择逃逸可能是某些司机当时的一种本能反应 但却是最不明智的反应 总有一天他会站在法庭上 接受法律公正的审判 那接下来呢 有请本期的嘉宾王大伟教授和白燕易女士 对这两个案子呢进行分析和点评 咱们当警察这么多年 我告诉你啊 这个交通肇事逃逸案是最好破的案子 因为你有现场 你有现场留下的所有的痕迹 而且呢 咱们现在这个路上的摄像头这么多 你从哪过了 这轨迹非常清静 科技强景啊 远远就说还不是这个摄像头的问题 还有好多你不知道的东西 所以交通肇事逃逸啊 不是一个明智 刚才说的这个逃逸心理 它是这样 就是第一步都是光一撞 然后就发懵 发懵有个十几秒钟 十几秒钟 这个懵劲就过去了 一过去以后 这个时候它就有一个强烈的 个人得失的计算 比如说咱们知道有那案子说 哎呦 这个别是农村人 别讹上我 计算完了以后 你看大部分逃逸的人 他都坚信 这是一个侥幸 他坚信 没有人看见 你比如咱们看到几起交通肇事逃逸案 他在现场都待过五分钟六分钟七分钟 然后他想明白了以后 说走吧 没事了 他就给自己有一个合理化的过程 说没事了 然后再往下逃 就是长期的一个再逃恐惧 那么到最后真的一抓捕归案了以后 哎呀 踏实了 踏实了 可回来了 我早知道有这一天 他这个心理呢 实际上都是一个定势 就是这么极其几落 怎么又或者 在第一个案子当中 我们发现啊 这个遇害的是这个一个老年人 其实我发现 他出门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 我就在想 他那个时候在出去干嘛 在这里 您对这个老年人出行方面有什么建议 就说呢 现在就是老年人呢 这个出去迷路的 不能够自己认识自己的 现在比比皆是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给大家就说 给身上带一个身份识别卡 这个身份识别卡上面呢 就是说 比如说有老人的指纹系统啊 比如说有老人的血型 血型 电话号码 家里人的电话号码 咱们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 实际上呢 警察呢 也给他收容了 也就是说 找身上什么也找不着 你跟他说什么 他也不知道 但你身上有一张卡呢 这些事情就都解决了 其实我觉得真的应该 时时刻刻的去关注 尤其自己的父母 年事已高的时候 要时刻关注他们的一些变化 就前两天特别有意思 我做一个节目当中的 就是这个大女儿 就说自己的小妹去虐待 自己的妈妈 不给她吃饱 她有什么证据呢 就是说 因为那天我去他们家 我给他们做的馅饼 这么大的馅饼 我妈妈晚上一口气吃了八个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说 是不是你有没有带你的母亲 去医院去检查检查身体 因为我是怀疑 她可能有一些老年性的病了 然后呢 这个女儿说 没有 这个我妈身体好 真的这么能吃 哪能有问题啊 结果就在那说 她一定是我小妹虐待她 平时不给她吃饱饭 这样说的 但是当小妹过来去说 她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就是说 确实她前一段时间 带妈妈去医院诊断出来 这位老人家 是有一些老年性的疾病的 所以就是说 这也会容易造成 这个家庭的矛盾和误会 就我们应该 时时刻刻的关注 老人的这种身体上 有什么样的一些 异常现象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麻痹 其实那样会给自己 就给子女反而造成 以后更大的一个麻烦 无论在经济生活当中 遇到什么样的法律问题 都可以拨打 免费律师服务热线88393849 您将得到专业的法律帮助 两车相撞 四死三伤 下里车侧方后 燃起熊熊大火 那我早就两天干的俩高 黑乎乎的 也分不清到底几个人 40岁生日成了忌日 一家四口 惨遭灭门 这是一家人 这家灭一家了 这谁 是接受不了 经济法院下期播出 最佳酿成的灭门惨案